你不要一開始就給他刮刮卡 你大概先從這個比較刺激沒那麼強的 先給他加分開始 然後給他一個集點貼紙 然後最後再刮刮卡 假設刮刮卡結束之後 學習還沒結束 三年還沒過完 刮卡已經發完了 如果你沒有改變一下的話 你會有習慣化的結果 你現在發一張刮刮卡 接下來可能要發兩張 發三張 對不對 這個是跟雞排一樣道理 刮刮卡結束之後要做什麼 要換什麼 大貼紙 小貼紙跟大貼紙就是不一樣 或是換不同圖案的貼紙 大貼紙就是代表 兩張貼紙或三張貼紙一樣的意思 但是你現在發大貼紙 大貼紙接下來換什麼 換 大貼紙 大貼紙卡 大貼紙卡 你看那個大貼紙卡 刮很久嘛 像婚禮什麼愛心貼紙卡 欣欣貼紙卡 之類的 這種 這種大貼紙卡 這樣 那基本上呢 它其實 這個增強機制 大概要符合三個元素 我覺得會比較 能夠玩比較久 第一個就是不可預期 第二個是收集 第三個歡樂 這三個元素把它加進來之後呢 也許你這個增強機制可以增比較久 盡量不要讓它有一個習慣化的現象出現 或者說為了這個獎勵而來做這件事情 這樣 那剛才呢 還有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會不會說對於班上強勢的同學 他比較容易等 對於班上比較弱勢的同學 他比較不容易等 的確 你在 如果你是只有一種原則之下的話 那當然這是 你要顧及的是公平性 對不對 通則是給大家的 但是對於特別落後的同學 你要讓他進來這個 這個你的機制裡面 所以你大概要有一些例外 例外是給他的 通則是給大家的 通則之外一定要有例外 例外是什麼 例如說他今天進步很多 你怎麼評估進步很多 老師覺得你進步多 你就進步多啊 你就讓他進來就對了 你說還有些同學 有些同學九年級長大了對不對 你說他會需要這個嗎 我告訴大家 你只要看到過年的時候 去採券行 玩呱呱扛的都是大人 你就知道大人想都一樣 有些九年級的同學 他不想玩 這個不要發給我不想玩 給別人 沒關係 你就繼續發給他 你就繼續發給他 買肉送抽 沒有人會拒絕的 沒有人會拒絕 就是說你送給他這種東西的話 他就收著收著收著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可以拿來用嗎 你可以幹嘛呢 這種通常在 換獎品的時候 或是換刮刮卡的時候 他就會加進來 我覺得 這個狀況好的 如果沒加進來 我覺得還好 但狀況差的呢 就是你要想辦法 讓他進入到 你這個體系裡面 比較能夠 能夠造成你的想法去前進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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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的 那我們呢 就是簡單的 來給大家做一個 刮刮卡的體驗 這邊 會有一個 名片 一人拿個 我看一下 一人可以拿個兩張吧 一人可以拿個兩張 兩張 大概發一下吧 然後這邊會有那個 刮刮膜 然後這個 這邊會有刮刮膜 這個就是我說的 4.2x2.3公分 你等一下就是直接寫上去 然後把它貼起來 然後自己不要刮 我們等一下交換 之前後來同學 開同學會的時候 還有人跟我講 老師 老師我要跟你 這個懺悔 老師 你知道我以前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 免操卡 他很不喜歡操 他每次都被處罰 然後他想辦法 要抽這個免操卡 可是免操卡 畢竟是有限的 然後他就說 他竟然去跟別人買 他買免操卡 老師你知道 買一張免操卡 他要出價多少 有沒有人 會有私價交易的情況 這是人性的 這是防止不了 因為你再怎麼樣 嚴密的一個規則 都不可能做到一個 滴水不漏的一個情況 多多少會有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 你這個增強機制推出之後 我建議大家 不要玩超過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之後 就是要換個包裝 重新再來 要不然就是 來集一點 改換什麼 集大貼紙 什麼之類的這種 換個花樣 換個規則這樣 不要讓你同一個規則 持續太久 通常你這個遊戲 只要持續一年 台北到一年之前 同學就會發現 這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漏洞 可以鑽 他就會想要鑽漏洞 這樣 這是 這是人性 這是人性 每個人都會鑽 每個人都會鑽 所以呢 盡量不要 盡量避免 超過一個學期 大概一個學期 見好就收 那什麼時候 怎麼樣讓這個增強機制 退場 後面會講到 那現在大家拿到 兩張這個卡 你可以隨便怎麼寫 就是讓其他人 可以抽到這一張的時候 我們只是體驗 就是體驗 寫完之後呢 你可以來前面 貼 把這個光光膜把它貼上 好 貼上 貼上之後呢 那你再把那個 貼好的 貼好的呢 就是放到前面來 我們等一下藝人抽 一張拿出來交換好了 另外一張 你可以自己 自己掛 這樣好不好 你可以發揮你的創意啊 你可以寫說 我要掛中什麼 比如說特權啊 獎品啊 或是你要寫一句話啊 都可以 有一次在一個 初任教師 的一個 研習裡面 初任教師 就第一次考上老師 他來參加研習的 這些老師裡面 他都很年輕 所以呢 他有一個同學 他提供的獎品 到現在 我還印象很深刻 等一下跟大家講 你們先寫 假設你抽到兩張之後 你先不要急著刮 你先等待看 如果這兩張是別人的 你只是不能刮 你要看別人刮 你那時候心情感覺一定是 很想要知道這兩張是什麼 那種就是不能刮的心情啊 就等於好像被處罰 那種感覺 這樣 你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我曾經用過就是 你這次寫完一之三的講義 就給你幾張瓜瓜卡 幾張貼紙這樣 但是我告訴你 學習跟行為的改變 這兩次有差別 增強機制比較適合 使用在行為的改變 你有沒有驕傲聯絡婦 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不是 他遙不可及的 你說有時候把 一個小集的C題寫完 太困難 太困難 所以他很容易就覺得 這跟我們沒關係 我就是沒有兩千塊 可以買瓜瓜樂 這叫做感覺 有沒有刮到懲罰的 就是說你自己做 你當然不可能做懲罰的 因為你懲罰的 你這個是正跟牆 你如果有一張 你不用多 你只要一張 這裡面假設有 一百張 裡面有一張 是懲罰的 我跟你講就沒有辦法抽了 你這個效果就會減多 你希望讓他們同學進來 他現在你這個CD都不夠 你是不是抽到 你抽到處罰 所以那個跟你的本質上 就會有違背 所以我覺得建議你就是 如果要做這個的話 不要做那個有處罰的 不要做那個有處罰的 除非你是說 不要做有處罰自己的 但是你說要做處罰別人 那你當別人 有些人很愛 抽中是說 隔旁邊的同學 全部去跑操場五圈 那個就大家會很想抽了 不一樣 有你抽中這張 自己跑五圈 這個就沒有人會去抽 有人會覺得 我可能會抽到這個 我就不想抽 但是你如果抽到說 抽中這一張的時候 附近九風格的八個同學 全部都要去跑操場五圈 這就不一樣 你抽著讓他出來 他很期待 然後去跑五圈 那這就不一樣了 我講上一次有一個 有一個也是這樣的場合 因為他自己寫 哇這個 這個 這個年輕人很厲害 他寫什麼呢 他寫 他寫 我的LINE ID 喔 哇 他很厲害 他知道當場 裡面當場大概也是 超過二十個人吧 他好像 好像對於某一個同學 特別有意思 他竟然寫我的LINE ID 我就覺得真的蠻猛的 好 那我想大家應該體驗過 這樣的一個呱呱卡 你就知道說其實這個吸引力蠻大 那你如果有沒有刮大刮彎的有沒有 你刮比較大的愛心的或是那個大的那個 刮比較大的 刮比較大的 其實他就是要刮比較久 所以他就可以延遲這個享樂的時間 延遲這個享樂的時間 所以這個是可以給大家做一些參考的依據